大家好 欢迎收看4月24号的大花莲提防新闻 新闻首先来看到0423地震 让花莲震候的重建工作是难上加难 除了是让在地人人心惶惶 在花莲各地也都陆续传出了灾情 而花莲市区两栋建物也都出现 倾斜倒塌 3官单位紧急拉起了封锁线进行拆除作业 但也这导致了周边商圈店家不是被迫休息 就是人潮减退 只能含泪苦笑 大型机具不断在倾斜大楼四周堆放土石 花莲副凯饭店抵不住余震而倾倒 24号一早大钢牙再度来到贼区支援拆除作业 曾经协助天王新大楼拆除的大钢牙 如今再度来到副凯饭店前 由于现场街道较窄加上又下其雨 种种原因都让施工更加困难 预计将会花两周的时间进行拆除 而富凯饭店旁商圈也都受到影响 时机雷到附近市场几乎没有什么人潮 原本顾客络绎不绝 如今却变得相当冷清 这些水果怎么办 不知道 烂掉烂掉啊 水果摊水果全都烂光 还等不到顾客雷消费 业者也只能苦笑 另外还有位在市区的百货大楼 墙壁瓷砖也剥落 为了安全 目前暂停营运 不仅室内场所受到影响 来到室外同样也有灾情 观光圣定撒固尔部落聚会所 超重巨石也倒下 一击国福大桥桥头也受损 让路过民众看了实贼好害怕 花莲余震不断 从403强震后到23号前 红丹建物就有57件 黄丹同样也有57件 如今看到富凯大楼残阳 附近住户只盼政府能够尽快处理红黄丹 否则就怕下个余震 自己家也遭阳 记得立法律实际情 华林报道